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聽著, 照母護婦筆力已經引咎請辭 從今天開始 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前輯私營副統領聶致遠 將會成為我們護婦的護院 掌聲 致遠 那你打算怎樣整治這些繁童呢 這裡全部可以不要請回二十多三十個 找些力大餘牛的回來給你 胡老爺, 如果做護婦只得破盲力 多少人都不夠 他們只不過是疏於習武 以後只要勤加練習 一定可以練習一身好武功 言之有理 我已經研究過護婦的佈局 這裡有前院東西雙房 後院連天井 將大樓客廳圍在中間 周圍六樹環繞, 將庭園隱密 雖然四樽甲局 增加了賊人潛入的難度 但由於護婦的面積甚廣 所以很容易被賊人 從四方八面潛入護婦 有見地, 有見地 副統領不愧為副統領 你們那些飯堂學習 是, 老爺 繼續… 在乎英偉 又為什麼有緝司 副統領也不做呢? 就是了 你們倆在這裡幹什麼 有什麼大聲地說, 別失禮人 沒有, 我說有獵護院保護我們 你真是開心也來不及了 哥哥大聲嗎? 是 陳輝, 你笑什麼? 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有什麼不妥? 那時候趙帽在這裡 都是穿這套的, 挺好 趙帽的時候穿沒什麼問題 但是這件衣服好像不太合襯 不知道…不知道怎麼樣 都是一件衣服, 沒問題 我有問題 楊七, 你來這裡幹什麼? 你還好說 要不然姑奶奶有人通知我 我也不知道發生這麼大的事 我看大家這麼熟, 就知會發生她 聶夫人, 到底什麼事? 胡老爺, 老實說 總之我兒子的致遠 就不會在你胡府裡做護院 致遠, 到底怎麼樣? 你有沒有跟你娘說清楚嗎? 不說清楚她是胡府裡走的 胡老爺, 對不起, 失陪一下 我先說清楚 走 你先說清楚 你抓我去哪裡? 你…你抓我去哪裡? 放手 好, 蓮致遠, 你是不是這麼不生性 娘, 要問要留, 隨便你 是, 我知道你左右做人難 你不要做官嘛 你不要升官發財嘛 算了, 你不要在我做牛舖幫忙 算了, 你要有手套不做事嘛 我也算了 你做什麼事, 現在要在胡府裡做護院 這麼知道 總之我有原因 那你就是自甘墮落了 我都說我有原因了 好, 老老實實辦給我聽 日子的好處, 有多少? 胡府給你有沒有一萬元那麼多? 不是銀兩的問題 那行了, 跟我回去見乾爹 回去撿私營去 不用了, 娘 我要些什麼她很清楚 總之她不改, 我也不會變 兒子 夠了, 娘, 不要再說了, 好不好 就算你說我傻, 你說我什麼也好 反正是對是錯 我怎麼說你也不明白 我明白, 我怎麼會不明白呢 我兒子怎麼會為了錢做事 你九成都是為了危機的 喊什麼也好 總之我自己覺得沒問題就行了 娘, 先回去吧, 好不好 你氣死我了, 你... 是嗎?那邊 是 那邊, 姑娘, 那邊 是 那邊, 姑娘, 你聽到什麼呢? 你聽到什麼呢? 我不會只求兩餐一宿 不, 捱義氣, 無事獻恩勤非奸積度 亭嫣, 他那時候不是跟你相過親嗎 會不會想吃回頭回草 借東西回來做護院呢? 我才不會再給她機會高攀 幸好當天不成事 要不然我就副統領夫人 變成護院夫人 我就堪肯了長鐘仔死了 姑娘, 撐著你了 算了…當我傻子回來捱義氣吧 姑娘, 你真是天真 對了, 姐姐, 你怎麼看? 捱什麼義氣呢? 根本是聶志遠對聖雪如情未了 那時候我們在後院裡 看見聖雪和聶志遠在拉拉扯扯的 她一聽到聖雪有事則就馬上撲到你 難怪剛才不見聖雪了 對了, 她怕我們看到她眉來眼去 最糟糕亭軒對聖雪一條心 萬一那個聶志遠洗招橫刀奪愛 兒子就慘了 亭輝真是傻子 這趟又忍成進屋 那我們真的要看著他們倆 看看他們忍得多久 姐姐, 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就唯有放長雙眼看吧 應龍, 這個兒子我真的沒辦法了 你幫我教一下他吧 如果他肯聽聽話說 不再冥環不靈 他什麼時候回來緝私營都沒問題 那你跟我說的事一模一樣 道不同, 不相為謀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想放棄志遠嗎? 那你還想我怎麼樣? 我已經三番四次給他機會 但是他不領情 他闖我, 我幫他疏通 我幾十年打回來的基業 都是想傳給他的 從小到大 我什麼時候不當他是親生兒子 那就是了 兩父子哪有隔夜仇的 但是這次不同 他竟然調轉槍頭來對付我 怎麼會? 他胡家做胡軟, 就是跟我作對 他跟我說要我及早回頭 就是養不熟 他是爭在美香朝廷告發我 我當他是親生兒子又怎麼樣? 如果當初你肯嫁給我 情就完全不同 志遠就是我兒子 我的親生兒子一定不會這樣對我 陳年舊事, 怎麼說來幹什麼? 我錯就錯在, 讓你嫁給聶聰 有得選嗎? 一止錯, 滿盤皆落贖 我不可以一錯再錯 應龍, 沒有你也沒有志遠 我一向教兒子 都是要他事事以乾爹為重的 如果他真的對付你的話 你就幫我教訓他, 我毫無願意 大爺, 進來 大人, 有甚麼吩咐 殺手是不是已經準備就緒了 是 但是聶志遠一直在胡亭軒身邊 寸步不離 要殺胡亭軒, 首先就是殺聶志遠 大人, 三思 不用你們搞我怎麼做 財丫哥跟財丫哥有分別嗎 我已經是達到目的 你叫他們試機行動 一個失敗了, 再派別人去 就讓我看看 聶志遠有甚麼能力跟我作對 是, 大人 警告上次有賊匪潛入大澤一事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你們的抗賊能力很弱 所以由明天起, 卯時開始練功 如歷有不敵者, 請離開胡府 卯時起床 這就是不用睡了 沒有張神怎麼捉賊 姑姑, 小小姐 不用管我們, 繼續 我會由最基礎的拳腳套路 以致站莊 如果沒有功夫 就不要連副統領也沒法做 行了, 你真的可以繼續 我們來看看開眼界 至於偏僱方面, 我會從… 不要了, 去吃早點 慢著, 我想見識一下獵護院 到底有多好功夫 不如摘個馬布來看看 四小姐, 我沒有閒情招待你 甚麼?你正在受我們胡家的前菜 是嚇人而已 別說是摘馬、摘技, 你也要摘吧 好, 說, 想怎樣 替我打 打? 你沒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拳腳沒眼, 看四小姐挑釁在先 你隨便道歉就算了 我沒有做錯, 為甚麼要道歉 你目中無人, 你嚇人… 甚麼事? 沒有, 四小姐有心刁難 你… 小事真是嗎? 聶護院, 二少爺要回鹽棧 你陪他走一趟 沒問題, 繼續練功 終於拿出狐狸尾巴了 看起來很像 他一有事就馬上出來幫他解圍 早就說他們是姦夫淫婦 但又不見他們眉來眼去 這就是無私顯見師了 我一定要告訴哥哥 慢著, 我們要等個好機會 才揭發他們 爹, 這個大的, 憶你 菜肉大包, 要一大早才能賣 難得我兒子肯陪爹 一大早去買大包 又陪爹回鹽棧 聖乖乖 一定 以前爹也覺得你很不顧家 這趟亭軒被拆了 就看你拚命去救兒哥 又圍了我家 找聶志遠回來做護院 其實爹也很欣慰… 爹, 如果你不刺我, 我還不聰明 爹, 你也是幾十歲人的嘴巴這麼硬 你不刺我, 我怎麼會刺你 你不刺我, 我怎麼會刺你 你以後爹不刺你, 你是否聰明給爹看 當然 三少爺做事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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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乖乖, 玩夠了 做正經事, 掌進 胡堅 你這麼困難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賺乖乖 還給我招皮, 我不會中你 老闆 老闆 你這麼大力不道, 爹 你這個臭小子 要好好跟你說道理是不行的 胡堅, 我做小霸王就行 我做生意哪裡行的 你別說我連胡佳佳也敗了 二哥, 你教他公道說話 你叫老闆學做生意嗎? 我不忍心見你這麼粗勞 我早就叫他修心養性 不過他真的職責辦改 你聽到沒有… 其實有勝雪幫我, 我已經輕鬆很多了 我知道, 我知道勝雪本事 但是她是女兒家 現在大大的兒子在這裡 我當然是指望自己的兒子 其實胡老爺也說得對 既然三少爺無所事事的話 還是時候回鹽棧幫忙 是呀, 反正鹽棧也不夠人手 三少爺, 你玩也玩夠了 你不會收帳, 記帳, 選鹽 我會的, 我教你 胡老爺, 我和三少爺自有相識多年 他絕對是一個不學無術 兇無誠苦, 練正學懶 和絕頂無聊的人 要不然胡老爺你家財萬貫 看來他兩餐都成問題 你罵我兒子嗎? 是, 胡老爺 你也不應該太重用他 趁著有這麼多人肯鞭撻他 你就讓他好好去學習做生意 二少爺, 欲不得不成器 你弟弟絕對是頂級的出路鐵 不打不打 我打你, 三少爺 不要再借鞋走去 胡老爺, 我出去巡視一下 你真好 只願說得有道理 欲不得不成器 老三, 你以後就準時回鹽棧 不得已意 臭小子, 這趟可怕 真是沒人能幫你了 三少爺, 我看你就乖乖就犯了 你們一隻二隻, 合起來弄我吧 好, 接著來 做事吧?雞叔吧?我來吧 謝謝 我要去鹽倉 有什麼事要幫忙? 沒有, 待會你陪二少爺回胡府 還有, 四小姐少爺不更事 你不要怪他 沒問題 我先走了 你不要偷懶 你也是, 快點 行 來 聖雪姑娘 二叔 聖雪姑娘 你姓女, 他姓豆 為什麼你叫他二叔? 他是我爹結伴兄弟 我們大家當是一家人, 所以就叫二叔 他叫二叔 對了, 不妨礙你們了 你們怎麼樣?搬出去吧 二叔, 你小心點 行了 怎麼樣?在鹽棧做得慣不慣? 慣, 當然慣 只有二少關照 有份工作, 還可以住在鹽倉 不錯, 以後的事, 以後才算 有什麼需要, 馬上跟我走 不會的 勝雪姑娘 我聽說 胡府的人對你好好, 很棄重你 二叔知道也很放心 對了, 二少爺患的是消化症? 是呀, 呂神醫也說不能救我 二少爺這麼好 竟然得到個不治之症, 真可惜 勝雪姑娘 你別怪二叔多事 本來我想著 二少爺既然對你這麼好 你也很應該為自己打算 找個好的龜叔 二叔, 我照顧二少爺 只是為報恩, 別想其他事 是嗎?既然如此 你就更要好好為自己的將來打算 你想想吧 如果二少爺有什麼三長兩短夜 你留在胡府還有什麼意思? 二叔, 真是不想太多了 這幾天二少爺的病嚴重了 我要花多點時間照顧他 我未必有時間看你的 行了, 我明白了 你呀, 事事小心, 好好照顧自己 你也是呀, 小心點 是呀 勝雪, 爹今天說我的話 不是有心的, 你千萬不要介意 傻了, 怎麼會呢?我始終是外人 我也希望亭輝可以成材 但是真是江山二角是品食難言 我想橫石也會點頭 可惜我的事又無多了 二少爺, 今晚上風了 你千萬不要穿梁酒針 你也是呀 明知天氣良, 偏穿薄衣裳 口事不搖人, 你全勝了 我先出去做事 勝雪 我很久沒見過梁神美景他們 好, 我明早拿過來 放在這裡, 讓你每天都見到他們 謝謝 我先出去 我先出去 這麼大風? 不知道二少爺夠不夠被蓋嗎? 我先出去 我先出去 你看這些小鴻谷多漂亮 從小到大都經常見到 沒什麼特別 況且我也不喜歡花的 唐代有一位詩人曾經寫過 好花空節直水潮 莫待無花空節子 像你小鴻谷那樣 看來好像很平凡, 很不起眼 但如果你現在不習他 到日後你上習他的時候 花都已經走了 這麼後悔也太晚了 好像說得挺有道理 不過可惜我依然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那不如以後 我每天都把小鴻谷送給你 讓你感受一下他的特別之處 我不喜歡人家送花的 不如這樣吧, 我快來送給你 三哥, 你整晚去哪裡? 收帳嘛 那收得怎麼樣? 說起來, 一坨布那麼長 昨天去了西郊陳家村收帳 你知道吧 剛好就去到個傾盤大宇 剛好那些泥就倒下來了 剛好我就要在山頭路過一晚 那條帳呢? 三哥 不是收不到, 是輸了 哪有 你不用說了 我明知道你弄的東西 我叫孔良特地跟著你給 明明看著你收了一條帳 你把銀子都拿去, 鬥帳, 鬥輸了 誰知道, 我打算玩玩 誰知道輸了 叫你收帳, 你跑去玩 要我把鑰匙交給你 用什麼整副身家都被你敗了 爹, 你不要橫說 我警告過你 是你逼我回鹽棧 你臭小子 算了, 爹 亭輝也有時候貪玩而已 你別這麼生氣了 就是你這個做姊姊 叫你教他兒子 你總是不教他 好了, 現在似足利 手指咬出來就不咬進去 你懂得吃和睡 爹, 關他們什麼事 你罵我罵吧 你不吵起我的火 我怎麼會罵你們 臭小子 你可不可以不擊爹 不是, 又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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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一下 既然我欺負你爭 我以後都不回來 反正你見到我嘔吐了 三哥 不用叫… 不用叫 三天就跑回來 小丸, 你拿著這麼多包袱去哪裡 剛才老爺跟三少爺又吵架了 然後三少爺就離家出酒 連行李也沒有收拾 所以老爺就叫我收幾件衣服 拿給三少爺 這個三少爺真的是 勝雪姑娘, 我可不可以麻煩你一件事 你幫我拿這些東西給小桃 好, 沒問題 還有一個花瓶 是聶會苑叫我找給他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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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丸叫我給你的 謝謝 謝謝 我去找你 色小姐, 小店進來的 私柴是波斯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打個折頭給你的 這麼好招呼幹甚麼? 怕我拆掉你的舖子 不是… 姐姐, 你怎麼… 過來在哪兒再說 你怎麼這麼快回頭 我等了他整個時辰 連人影也不見了 沒道理的 明明幫你們約好了未時見面的 他當然還記著 我上次打他那一巴掌 當然了, 所以我這次白等他一場 我還打算做好做醜 幫你們和好如初 他搞甚麼? 我說他分明想報復真 你說他會不會是有事 所以來不了 他這份人小器記仇 我最清楚 姐姐, 你別胡思亂想 算了, 你不明白了 我跟他之間 不是三言兩要那麼簡單 或者大家不見面 暫時分開會好一點 姐姐, 你去哪兒? 不回家, 還去哪兒去? 姐姐 蔡公子 亭嫣?你姐姐呢? 姐姐, 他等了你整個時辰不見你 太生氣了就走了 你不是跟我約了紳士見面嗎? 不明白是甚麼事 我說了紳士這麼大頭蝦 我幫你追回姐姐 算了… 反正看到他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這是甚麼?這麼別緻? 這個西洋一幕盒 很有趣 我本來打算送給你姐姐 現在送給你 你只顧著姐姐嗎? 你爹一直都針對我 你姐姐不體諒我都算了 還經常在我面前發小姐脾氣 你知道嗎? 我不僅想著鹽棧, 搞得有聲有色 我還要衝出揚州面向京城 我說過, 要將這份成果 和一直支持我 和鼓勵我的紅顏知己分享 我一向都知道蔡公子你有志氣的 做大事的人, 又怎麼可以婆婆媽媽呢? 可惜你姐姐不明白 或者最近家裡發生很多事 所以姐姐心情不像向你發脾氣 你家裡發生了甚麼事? 二哥, 他又病復發了 三哥又不生性, 經常跟爹爹挨家 還搞得離家出走 不僅如此, 胡虎就突然來了一個無謂人 天天在家裡睹眼睹鼻 甚麼無謂人? 就是之前緝私營父統領聶致遠 他有官不做, 走來我們胡虎做護院 也不知道有甚麼居心 不過這樣, 他騙到所有人 就騙不了我 你不只心地好, 還冰雪聰明 怎麼會有人騙你? 不用說, 我知道那個聶致遠 來胡虎實情就是想親近他的舊情人 女聖雪 女聖雪? 就是你二哥身邊的女神醫的女兒? 就不是他 幹甚麼?你在想甚麼? 沒有, 看著你就甚麼都想不到 是嗎? 屠大人, 你怎麼這麼巧又來胡虎? 不是這麼巧 耀大人… 你又來幹甚麼? 你來我就來 你不知道, 你一有意欲 我就會緊貼十足嗎? 我不太明白耀大人的意思 就是說, 屠大人和這麼多位老闆 來得胡虎, 我又怎麼不出現? 本官是為了公事, 只來胡虎一趟 只要我們這麼多位老闆 是想來探探胡二少爺的 你這麼急於解話幹甚麼?又問問你 不過我想本官也要為自己解釋一下 我就兩樣都有 一是為公事 二是為探探胡二少爺 姚大人也很有心 不及屠大人你這麼有心 姚大人, 請 屠大人, 先請 既然姚大人相讓 本官就不客氣了 應該讓的就一定讓 如果不應該讓的 你以為我不用跟他客氣嗎? 兩位大人, 這麼多位老闆 我爹在鹽棧回來 這麼多位請用茶 姚大人…兩位來了 胡總商… 透順調戲才說好嗎? 沒問題 不知道姚大人來有甚麼貴幹呢? 據本官查得 易寨主已經潛逃海外 相信不會對胡府構成威脅 這樣就好了, 我真是有教訓 屠大人, 我二十萬兩找得到嗎? 本官這次來, 主要是招呼大家一聲 最近揚州成交 有不少販賣私鹽的活動 希望這麼多位老闆注意 千萬不要以身事發 你這個短命種來這裡幹甚麼? 胡堅, 你年紀這麼大 好心就收下把火 放在口裡這麼折磨 折磨得來的短命種? 你兒子現在病得五盲六色 哪個短命都不知道 你揍我兒子?你這個壞人 我兒子沒事 不是吧?全楊章都知道 你兒子病得五盲六色 你想欺騙誰?胡堅 你這個短命種, 你說甚麼? 兩位, 一人小句吧 是呀, 胡總商 我們只是來關心一下胡二少爺 沒有其他目的 是呀… 總之我兒子沒事 他精神不知多好, 吃得睡得 既然沒事的 為甚麼不叫你兒子出來 跟兩位大人打個招呼呢? 我現在有五…我是不是說不叫他出來 我現在馬上叫他出來 兩位大人, 請安藏一會兒 我現在馬上叫亭軒出來 你們兩個, 跟我進來 梁孔, 尊夫爺 是, 老爺 二少爺, 你別出去, 我求求你 你出去看看 二少爺, 胡老爺 兒子… 爹, 爹 你外面這麼吵, 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死人短命種菜子我拿大 帶死了一群鹽商 還有姚大人和杜太人兩個 表面說來探望你 其實他又想看你病得如何 二少爺, 他們來者不善 子始終包不住火 我一直擔心的事終於發生 聖水, 幫我拿一件外衣來 二少爺 我一定要頂住 出去見兩位大人和這麼多老闆 兒子, 你身姿不好 我出去找個藉口, 把他們打走 是呀, 他們過懷鬼胎 你不需要花心神應付他們 你想想, 你一定要留在這裡 人一走茶就涼 我還沒死, 那幫人都來看燕藥 老爺, 如果我死了 勝財一定會對付我們鹽棧 我不能給他機會落井下石 妥底的事 我要在我死之前 找我們胡家的狗兒子 兒子 爹, 這場戲一定要做的 勝雪, 幫我叫小冤拿杯心茶 還有, 拿一盆熱水給我敷臉 讓我臉色可以紅潤一點 去吧 各位老闆, 我們老爺和二少爺出來了 老大人, 姚大人, 這麼多位老闆 剛才在書房忙著, 真的不好意思 胡二少爺, 我們不請自來打擾你 是我們不好意思才對 岑老闆, 你客氣了 既然現在這麼人齊 我看廢話少說, 不如入正題了 蔡子安, 你們想搞什麼? 不知道胡二少爺還記不記得 大家之前提過打算增加鹽引 和擴大銷售官鹽的地方 又是胡二少爺代表大家 向朝廷反應意見呢? 當然記得 但是外面人人都說 胡二少爺你病得連鹽棧也回不了 就是代表不了大家反應意見 很明顯, 打賴,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很明顯, 胡二少爺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很應該把這個責任交出來 又第二個接受 是… 胡二少爺, 不是我們不相信你 若然你真的有病在身 不妨說出來 是呀, 胡二少爺 我身體向來不好, 大家都知道 不過這次只是感染風汗 吃過藥已經沒事了 各位老闆聽到應該放心吧 姚大人, 說話就不是這麼說 如果胡二少爺你真的沒事 他應該立即回總商會 就算開會開通宵 怎麼也要盡快尋求共識 向朝廷反應致下 大家說是吧? 是呀, 這樣… 其實, 各位老闆 我家二少爺雖然身體沒事 但是仍然要忘鹽棧的事 不如這樣吧, 明天再談過 明天讓官你做, 女人閉嘴 你說什麼? 什麼? 爹…手安無從 各位老闆 其實我早就跟姚大人商量過 在大人賞經述職之時 代我們揚州嚴霜向朝廷上走 姚大人, 怎麼這麼一件事 連…連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這次本官到來 除了探望胡二少爺之外 還打算大家人齊 一起向大家宣布這件事 誰知道你們一來到就一握嘴 我想找機會說話 也不行 原來胡二少爺早有安排 就一如會帶人來幫我們朝廷說話 那實在太好了 現在看來胡二少爺面色紅潤 說話中氣十足, 一點也不像有病 大家應該放心 是啊, 在外面的打壞亂說 若然外面的打壞再大吉利少亂說 就別怪不客氣 是, 胡三少爺 是, 胡三少爺 是, 胡三少爺 令大家擔心, 向各位陪著 停璧 別在這裡拉拉扯扯 對不起 你掛我吧, 我也沒跟你算 你帶一群鹽商來搞什麼? 又想對貨地胡家? 我做了這麼多事, 無非都是為了你 你什麼時候做了孝女? 你別忘了, 你也要反害你爹 我不想在這裡跟你說 幹什麼?怕被人聽到嗎? 就被人知道我們狗上雅坑 你這樣? 走呀, 快走呀 簡直不可理由 好狗不難路 你不是打算踩我一腳嗎? 你又在這裡練說什麼? 其實你踩他一腳是好事 起碼你現在跟罪業的距離 又軟了一大步 免得理你 你不理我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這個小羔羊 懂得迷途知快我就安樂了 我警告你不要再在這裡暈黃沉沉 你說不理我?你現在又回應我 你這個人不僅是黑人生 還很討厭, 我見到你就煩了 是啊, 當我見到你這麼煩 我的心很踏實, 很踏實 輕盤佳人 小心兒子, 慢慢走, 好想 爹, 你又來了 我不知多精神, 你小心點 我怎麼會呢, 行了 人監視我, 別吹我 爹 胡老爺, 你沒事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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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說我多亂盡 走幾步路都會跌倒, 比你還差 爹, 你千萬別走錯了 你還是小心點 總之我們大家也要小心點走 不是跌倒就被人笑了 是, 小心 你沒事吧 二少爺, 你沒事吧 總算過頭骨 乾爹 想找誰 胡家胡言, 真是不知所謂 武士不登三寶殿 要乾爹親自來到胡府 事情一定不簡單 做了胡家的狗, 說話也不一樣 是你不一樣了 你的手抓我去哪裡 上次我問過你 是否有人要對胡二少爺不利 整件事是不是跟屠應龍有關 你不僅沒有答我 還去胡府做護院 你別告訴我, 整件事是巧合 是巧合 我去胡府做護院 只是想幫朋友 沒有其他原因 你想幫朋友 還是幫你乾爹 你甚麼時候才肯放過我, 姚大人 不是我不肯放過你 是屠應龍不放過你 如果我是屠應龍 我看見你來做護院 叫我怎麼對付胡二少爺 好, 如果姚大人查到甚麼線索 不妨告訴聶某 我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早就知道怎麼問你 你也不會說的 那你還問 我是想幫你 現在是你不想人幫 我不需要任何人幫 我看你口硬了多久 你果然沒有出賣我 還是站在我這邊 你別誤會 我沒有出賣你 不代表我認同你 如果你是為了胡亭軒和我作對 算了 但如果你是為了那個女人 我會覺得你更加傻 你也不是我以前看得起的那個聶志遠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對那個女勝雪有意思 你留在胡府是另有目的的 我對勝雪是甚麼是另一件事 我留在胡府是為了你 你要我繞著手 看著你繼續錯下去的 不可能 你以為留在胡亭軒身邊 就可以阻止我 這樣想太天真了 所以知道我言出必行 你也很清楚我 我也是言出必行 要死的人一定要死 我不想你陪葬 你及早回頭 還是我的好乾兒子 如果你及早回頭 你還是我的好乾爹 好, 那我就看你撐到甚麼時候 撐到你收手為止 聶雪, 究竟爹他們要找到還是快 我問過小婉 他說三少爺現在住在客棧 二少爺, 你別擔心 他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生成 二少爺, 你今天在鹽漿面前撐了一整天 你已經知道了, 你是時候休息一下 其他事別想了, 來 來 誰 聶元… 我還以為你不會出現 對不起, 他收了一些事, 遲了 算了, 今晚就由我守住這裡 聶雪, 我擔心今晚會有事發生 外面有古關 來, 先看清楚 先看清楚 頭大人 毛大人 怎麼樣 如大人所料, 聶致遠果然回到婆府 是你自己自尋死路 是你自己自尋死路 好, 可不可以 想想到這裡還是小王局 我記得以前在豆家寨 到處都是這種小黃谷 不過看來都是以前那些漂亮的 周圍的小黃谷也是一樣的 只是當時和現在的心情不同 看的東西也不一樣 是的, 我記得當時我自己也很傻 我以為天下間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歡花 所以每一天我都會把小黃谷炸給你 誰知道你根本不喜歡花 聶志遠, 他真是傻 竟然連勝雪的心意都不知道 要不是因為你 他根本就不會喜歡花 好, 如果你們不喜歡的 我希望你跟著我 有哪個朋友過 我希望你也很傻 希望你傳送她 對我來說 會不會退願 最愛對我 陪陀我再走你 天天都变幻天气 望到向前行满 退避 白雪在飞 无望我再等你 迈从心里面太多 同地 要怎么说起